在计算机还没有在中国普及的时候,小小的算盘不仅算出了原子弹爆炸的惊天大数据,还统计出了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。 红军的长征路并不是按照地图上一个省一个省的行程相加计算的,而是根据几名红军干部日记中的记录,用算盘计算出来的。 长征是在非常艰辛的情况下进行的,部队的行军路线迂回曲折经常改变,因此按照地图的标志来计算红军长征的实际行程是不准确的。 当时,红军中的几名干部在长征途中记了日记,所记内容包括气候怎样,走到哪里,走了多少路,打了几仗,伤亡多少,消耗了多少弹药等。 长征结束后,人们根据这些日记,用算盘算出长征的路程,于是就有了红军长征25000里一说。 那么当然,有人说,算盘就不该这么退出历史舞台,怎么都能让计算机取代呢? 当过去的数据算盘不也一样能算吗? 在一个国际上有那个速算比赛,我们发现这个算盘算得比计算机快的,这倒不讲。 但是我跟大家实事求是的说,算盘退出现在的会计舞台,这是历史的必然。 曾经,算盘的身影在中国的各行各业,各家各户随处可见。 如今却面临没人用,没人会的尴尬境地,学习猪算是不是在开倒车。 计算机时代,中国猪算究竟路在何方? 老良观世界,小算盘还要打下去,正在播出。 算盘退出现在的会计舞台,这是历史的必然。 为啥? 它虽然有的人算的,顶尖高手算的比计算机还快,但问题是顶尖高手。 咱们普通人能达到那境界吗?这是第一个。 第二个,你只要试人算的,它准就有错误。 计算机它不犯错,它只要不出病毒,这是个好处。 另外一个,你人算最多能就一道题跟计算机差不多。 我同时运算,假如说十几万个数据,人还能比过计算机呢? 所以就说计算机快速准确效率高,它取代算盘是个必然。 那说老良,你这么说,这算盘看来真是日波西山,气气炎炎,没法留了。 也不是。 我觉得算盘最好的用途现在,在儿童教育上。 为啥你琢磨,我们那时候学打算盘就是,老师告诉不光一个手,最好能两手同时打算盘。 为什么? 左右手同时打算盘,锻炼两手协调能力。 你比方说左手管右大脑,右手管左大脑。 这样的话,你左右脑特别平衡,手眼身法都平衡。 你教孩子也是,这孩子拿算盘玩的时候,你会发现,眼睛看,嘴里头念,脑子里响,手还动,全活。 非常容易锻炼他的协调能力。 诸心算的其实从最简单的来说,就是脑子里打算盘,那么他能够全面开发我们的左右脑。 那我们的右脑的形象思维,他的记忆能力,专注能力都会被十足的开发。 同时他的锁闹的很多的一些,这样的一些逻辑脆异能力各方面都能得到很好的一个锻炼。 在一个小孩,这个时候,算盘它不仅仅是个算术工具,它同时还是个玩具。 多好玩啊,这有珠子有什么的,晾晾汤汤的。 这孩子算的时候,一到心里想着树的时候,一拨了算盘树,树一动,树变了,树变了,树变了,树在动。 你看,他心里就有一种立体的变化。 这非常容易引起儿童的兴趣。 你个计算机不见得就有这么大的兴趣。 我非常喜欢上树叶树参。 上树参树参可以写到很多加速吧。 树参树参对我的学习帮助很大。 我因为成立好从一年级跳到了三年级。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算盘啊,在这个儿童教育这方面,还能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。 也许有那么一天呢,我们会发现呢,像我们以前做节目,就说这电脑普及了,人都不会写字了。 就这科技越发达,人有时候原来的功能就退化了。 那为了训练这功能呢,有必要把以前的那些简单工具拿出来。 还有可能算盘再过若干年呢? 也可能有人觉得我们这手脑都配合都退化了,再重新提倡算盘。 所以我说,算盘现在叫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 那么它肯定是非物质文化没问题。 但是不是将来它永远是遗产? 这难说,说不定哪天算盘又重新回来,成了我们训练,我们已经要退化的手脑的一种非常便捷的工具。